好 全球战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10号下午的3点左右 然后我们刚刚从这个法庭出来 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庭审宿地 今天呢 先由我们的Rainer 给大家这个讲讲我们今天七哥的一个状态好不好 很开心啊 再次见到七哥 七哥的状态非常的好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 白色的衬衣 然后是蓝色的领带 你知道吗 七哥中间呢 还去做了一个俯卧身 我看见他那个流汗你知道吗 就是喘气你知道吗 这七哥是无时无刻都不能忘记健身 对吧 锻炼 然后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因为一开始开庭的时候 好像前面有一点停顿 所以呢 刚好有这个时间 七哥看了每一位的战友 所以我们是感觉到信心满满 然后具体的庭审细节 我们就交给我们的Nick 跟大家分享啊 好的好的 谢谢Rainer 这个没有惊喜 没有惊喜啊 今天这个原来以为是喜剧片 从上个星期的这个惊悚悬疑片 变成了今天的这个乡村 这个文艺片 非常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但是尿点是很多啊 今天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第一点我想说的是 很显然在上周木兰坐镇之后 检方跟这位证人又做了一个准备 回应了一些这个可以说是上周的一些这个点吧 因为上周我们Sabrina的精彩亮点 在问木兰的时候问她说 你跟检方达成了这个agreement 你要求是不能说谎 那么谁来决定你是否说谎 木兰说她自己来决定 对吧 但这个话出来其实是很荒唐 很荒谬的 那么检方今天这一次围绕这一点 就问了我们的一位证人 说又是一位有这个不起诉协议的这个证人 问她你的这个是否说谎 谁来定义 那个证人也说我自己定义 非常的平稳的把这段话带出来 想让这个给陪审团那边围个稳 对吧 让陪审团觉得 觉得这个应该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同样是维稳的 就是说检方又跟这个证人 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叫做是family 因为上一周木兰作证的时候提到 这个我们去买那个妈瓦庄园的时候 给谁用 给七哥当时说给family用 因为family 因为七哥叫我们所有人叫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姐妹们 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这个家人 所以说在这个妈瓦里面 给我们所有兄弟姐妹们 这个G club member就是family 对吧 那么这一次检方又故意的去 就是让这个用这个证人说family的这个问题 他想营造出一个family 就好像是这个黑帮 郭黑帮 或者说是这个郭犯罪集团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事实上最后检方 这个证人还是不小心的透露出来 这个family是干嘛的 family他说是anti-CCP的 所以这点我想这句话 不是检方想要的 那么好 今天给大家总体讲一下 今天的一个一个认证 证人情况 今天已经到了证人14号了 14号 没有我们之前的惊喜 也没有Sara 也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伟类说的 那两个证人 今天早上第一个作证的 还是上周的最后一个FBI的探员 很简单 就是讲他拍照 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是13号证人 是这个法拉利的dealership 是在这个卖法拉利这个赛车的 然后呢他跟这个郭先生的儿子 还有一家公司叫Festa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有一笔这个关于法拉利的那个赛车 F1 Formula 1的那种那种级别的那种赛车 价值400万美元的赛车的这样的一个deal 那么也说明不了啥问题啊 但是就是说这背后的故事回头肯定会有 这个我们这边肯定会给他讲清楚 但是检方试图想证实 好像说是我们用这个 这个这个战友的钱去这个买了这个车 但事实上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郭强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是长年啊 几十几年的这个法拉利的这个这个客户 有钱你不一定能买这个限量版的法拉利 对对对 十几年的法拉利的客户 然后呢他经常是会去买这样的车 然后呢这是第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买了自己用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 我们G Club买来给战友用 但是呢G Club作为一家公司 或者说他的一个代理公司去买 是买不到的 因为这样的车这种级别的车 全世界的这个数量很有限 而且他只给特定的用户 那么这个特定的用户 对那么这个特定的用户 是由法拉利的工厂 他的Factory来筛选这样的用户 他们来指定谁能买 那么由于郭强是法拉利常年的 这样的一个用户 他是属于这个级别的 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个人 很可能我的理解就是说 是由郭强来这个通过郭强来G Club 才能买到这辆车 给我们战友未来的这种使用 这是两种可能性啊 这个没有在法庭中 对这个没有在法庭中做任何的澄清 只是我们我们的一个理解 那会未来会会揭晓啊 那么第三位证人就是第14号证人 这个14号证人他的名字叫 黑森 卡里的 他是这个原来在 Citibank工作的这样的一个banker 然后后来被我们雇佣 他的主要作用就是 我们需要他来帮我们处理 很多跟银行关 之间的一种关系 还有主要是用来开银行账户 那么今天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 大家不知道我们花了35万美元 请这么一个人 他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咱开账户 维护账户 这个知道背后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我们这些穷人 我们去买G Club 我们的这点钱 要要合法的 要这个合规的在这个 在爆料革命中 在这个这个这个新中国联邦里面 合法的去运行 运营这样的一些钱 和这个这个买G Club 账户的这些事情 有多难 我不知道共产党背后 在背后使了多少坏 但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得有专门这么一个人 从Citibank挖过来 然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为我们的战友 去买G Club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围绕这个事情在赚 花35万美元一年 拼这么一个人 那么我想 背后的故事 我们期待七哥这边 回头出来 我们的证人出来 来给大家讲述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出来 非常非常好 因为检方把他请出来 的目的就是说 哎呀我们这些人 这个银行关了又开 关了又开 公司注册一个又一个 然后就为了 这个这笔钱倒来倒去 但事实上大家去想 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 我们有必要把这钱 倒来倒去倒来倒去 最后还倒哪去 最后还倒到G Club里面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恰恰从侧面和反面证明了 我们当时大家都记得 当时我们买G Club Membership 我们用了很多的银行账号 这里面背后有多难 共产党对我们的这种 这种迫害打击围剿 多么多么的猛烈 所以说有900多笔被中间行卡住了 对吧 战友很辛苦要挥个钱 我当时在韩国一样很难挥出来 就我们一笔一笔穷战友 挥这点钱出来 中间行还卡住了 所以七哥王彦平 他们就在开会去说这个问题 说那怎么样能够把钱 转到G Club的名下 所以大家看完你就知道 有多少战友在follow我们 有多少战友想要投资 去买G Club卡 而且他的庭审还问到 就是说爆料革命是什么 对吧 Wishow Broman 对吧 吹哨子 我们是在干什么的 对吧 主要就是要MTCCP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证人 这个证人也是跟检方 就是14号证人 他跟检方也签了一个不起诉协议 但是他这个不起诉协议很厉害 把他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往前 所有犯过的罪 都给他cover掉了 包括2019年 还有2018年 还是什么21 这个这个反正很久以前 跟咱都没关系之前 他的税务上的一些问题 他个人的一些一些 违法的一些东西 全部给他cover掉 很显然 这个也是检方 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看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从上周的悬疑惊悚片 到本周的乡村文艺片 非常无聊 那个尿点很多 没起到任何作用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 大部分都是展示邮件 这个签署的协议 然后邮件的沟通 拖了很长时间 所以很多战友去上厕所 然后有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问他 就是关于在开户的时候 说 这个郭先生到底是不是G Club的 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或者说受益人 然后我们就给他发了一张 那个G Club网站上一个东西 就是郭先生跟郝海东 跟任志强 跟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这很多 那个名字很多 这个一样 他只是一个 这个公司的一个advisor 一个顾问 他不享受任何的 这个公司的一个利益 然后检察官问他 你觉得郭先生 是不是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他说我认为是 但这只能代表 他个人的观点 对吧 事实怎么样 回头会展示给他 对拿证据说话 好 今天所有的 我能想得到的 记得到的 大概就是这些了 Rainer还有没有 最后要补充的 其实最后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钱都在SEC 对吧 他就是一个银行开户的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证人一出来 我觉得没问题了 因为GTV的钱都在SEC 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